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Hacker貓咪HackerCat 許多網站都會有可以上傳檔案的功能 當網站應用程式沒有對於上傳檔案類型或內容進行任何的限制 則可能導致攻擊者能夠利用這樣的漏洞 上傳惡意的檔案到網站上 最常見的就是可以上傳webshell到網站上去執行任意的指令 那今天我們會針對這個題目來示範兩個webshell 那我們點擊進入到我們的題目裡面 那可以看到有一個可以上傳的檔案到網站上面去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直接從我們的第一個webshell上去 那webshell的配料非常簡單就是 我們這邊就是一段那個PHP的程式碼 我們可以用這個system來去 我們先用get去獲取一個參數名字叫cnd 然後用system去執行它 那我們選擇一下我們的webshell的檔案 然後我們按upload 然後他成功上傳之後呢 那他這邊會告訴我們位置在哪裡 我們直接點擊進來就好 這邊會跳出一段error warning 不用理他 我們剛才的payload裡面 我們是用system去getcnd 所以我們只要加上一個參數 輸入一個分號cnd 執行我們的指令 他就可以 輸入我們的指令 他就可以成功的執行了 像我這邊輸入ls 他就成功的列出了所有的內容 那我們也可以去catetc-word 那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webshell 那大家要稍微注意 你用你的記事本去輸入這一段內容 然後把它給儲存之後呢 可能你的版讀軟體會跳出警告 告訴你這是一個惡意程式 但其實你不用擔心 因為程式碼是你自己寫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是你要做漏洞利用檢測的一個程式 那不是什麼有危險的病毒 那因為我還要示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webshell 就不是自己寫的 是一個叫做 B3T4K的PHP webshell後門程式 那如果想要跟著實作的人 可以就是 把你的那個Windows Defender 先暫時關閉 或是其他版主軟體 不管你使用什麼 先把它暫時關閉 那除了系統上的版主軟體關閉以外呢 那你可能要去你的瀏覽器裡面 找到設定的部分 那像這邊我輸入下載 那有一個安全性 安全性的部分 也把它的防護先暫時關閉 那不管是系統上的網路軟體 還是瀏覽器的這個安全性的防護 都測試完之後 你一定要記得要把它開回去 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記得啟用它 那如果你沒有關閉它的話 你可能沒辦法下載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Webshell B374K 那我之前就寫過一篇文章介紹它了 那我們點進來之後呢 到Google的拆點 然後 直接點擊它下載 那如果你是沒有關閉你的 瀏覽器的防護 或是你的 系統的防毒軟體 那它一定會被 一定會被殺掉了 那如果說 你的防毒軟體開著 那你下載它沒有被殺掉 那你的防毒軟體可能有點問題 建議換一家 總之我們現在把它下載下來之後呢 看到一個B374K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 Lab的題目 我們去把這個檔案給傳上去 那我們點擊它 大家如果開啟之後應該會是這個畫面啦 它會要你輸入一個密碼 那密碼就是B374K 然後你輸入之後就可以進來 它就是一個 更完整更強大的一個webshell 比起我們剛剛的一句話 然後去執行的指令 它已經都把你處理好了 比如說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 目錄下面有哪一些內容 那你也可以看到 系統執行的哪一些process 還有DB的相關的資訊 都已經在這裡面了 所以它算是一個 蠻方便的一個webshell 那你可以用它來去做一些demo 給大家看看說 webshell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說一定要去做好這個 檔案上傳的這個防護 一定要去驗證檔案上傳的類型 那即使是到了系統之後 你也可以去進行一些 全線的設定 去避免它被執行 這都是一些防護的措施 那我們針對那個 不受限制的檔案上傳類型的題目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按個like 謝謝大家